朋友们大家好 发情母狗 它多少天可以配着 配了之后 那么它会不会怀孕 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会问 这个战傲发情是有多少天 那么它的排卵是在多少天开始进行 战傲的发情 一年 它只是发一次 每发一次 它只是维持15天到20天这个范围 在20天这个范围当中 它排卵的时间只有两天时间 如果说错过了这两天时间 那么这个战傲的一个 受应就会受到影响 关于这个战傲多少天配种 这也说 它是没有一个固定时间 很多朋友他们会根据时间来 断定这个战傲多少天来配 通常这个情况当中是12天到14天 但是天数 它只是一个一计 它不能说明每一条母狗 都是同一个时间来配种 那么首先看一个发情母狗 它合不合配 有三点 第一点 就是要根据它的时间 时间 我刚刚就和大家说了 通常情况是12天到14天 那么每个个体的这个差异 也会有所不同 时间也不是最准确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根据它的血水 来断定这个母狗的一个 合配程度 那么通常来说 发情母战傲的血水 最开始是由深红 浓色的 到最后会变为 稀薄 淡色的西瓜水样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 它就可以配种了 那么根据血水来配种 它也不是最准确的一个范围 因为这个母狗的体内 个体营养 运动都有差异 每个个体的这个营养状态 它是不会一样的 所以说根据血水来断定 它的交配 也是不准确的 第三点 这个母狗在发情期 那么它会顺伪 所谓说的顺伪 就是当公狗闻到它的屁股的时候 它会把尾巴 测 测偏朝一边 让这个公狗的话呢 便于爬垮 这是发情母狗的一种 这个 表现 和一种这个 状态 那么根据这个顺伪的程度来 断定这个母狗 它准不准确 根据尾巴来断定 它也不是最准确的 那么三方面结合下来 它都不准确 那么我们看这个母狗 怎么来确定它 可以配准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第四点 第四点的话呢 就是要根据它的一个 阴根管来决定它 合配还是不合配 阴根管是它 通俗上来说 就是它的一个产道 但阴根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用手捏上去 感觉若隐若现的那一分钟 就是它体内排暖的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 在进行交配的话呢 可以让它成功受益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一个受益率 最要需要这个饲养者的 一个经验和技术 才能准确的判断出来 一般的初学者的话呢 他们没有手感 也不可能判断出来 所以说根据阴根管来决定 它这个合不合适配种 那是最准确的一个指标 另外要根据它的发情天速 它的血水 还有它的这个片尾 这个方面的一个状态 再来决定它这个母狗 是不是真正到了这个排暖期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四点 是在发情配种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没有了第四点 前面这三点发的再好 那这个母狗都不可以配种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这个闹到这里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加转发 免得以后你们学习到这样的知识 会找不到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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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